对于语言类节目 小品 相声 脱口秀 近几年来都在慢慢崛起 行业之间的竞争力也愈演愈烈 在外人看来 孰强孰弱 心里都有个底 不必搬上台面上来说 可就在近日 有一位老先生就没有沉住气 还当众道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 但他的言语背后 竟显自己的害怕 这位是马三立门第重孙赵金生 范振玉诞辰93周年座谈会 在天津武清召开 会议中赵金生诉说了 自己与师父师兄弟的一些过往 但话锋一转 直接点名郭德纲偷天津相声 还表示自己有机会的话 会去揭发他 话音刚落台下一片掌声 这种言语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发生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适 但赵金生还是说了 没有顾及他人面子 随后赵金生怒批 郭德纲抄袭的视频 在网上发酵 引起轩然大波 能够激起网友讨论的绝大部分 还是因为郭德纲的人气 德云社的名声越来越大 但凡牵扯到分毫 这热度蹭蹭往上涨 当然赵金生的行为 也不免会被大家意为 蹭德云社的热度 没多久 视频发布者连忙发声道歉 称视频是几个晚辈剪的 自己没有审核 为赵金生先生带来困扰十分抱歉 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大家还是会去关注 赵金生与郭德纲这俩人 说起来还是有点渊源的 郭德纲是范振玉的义子 当年范振玉很看好郭德纲 而赵金生是范振玉的徒弟 按理说两人应该关系不错 直到2012年郭德纲创作的相声 屌丝青年 因过多引用网络上的段子被指其不是原创 从而引起段子作者们的集体不满 随后他向原创者道歉 并把作品中的抄袭片段摘除 或许这也是郭德纲的一个污点 而赵金生也死死抓住其不放 还说过郭德纲的相声是无厘头听不懂 而郭德纲也对此回击过他 两人的关系逐渐变得微妙 虽说是井水不犯河水 但相声界总归是个拳 他始终是会碰头的 近年来 郭德纲把德云社运营得井井有条 徒弟们个个争气 几乎可以拿得出手 反观赵金生 他还是在自己出生的天津 按部就班 而绝大部分人提到赵金生 还不是因为相声 是胖瓷 原因是来自于2013年他参演了电视剧 阳光的快乐生活 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个碰瓷的人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自播出后 每每看到他 大家都会自动定义为碰瓷的人 连在表演相声时 赵金生喊一声碰 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喊瓷 这也成为他的一个包袱 他有他的 郭德纲有自己的 本来大家百花齐放 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而赵金生 为什么偏偏要把郭德纲 说得如此不堪 最重要的还是怕自己丢了饭碗 德云社规模越来越大 进军天津也是迟早的事 可来到自己的地盘 赵金生就不乐意了 这不是明摆着抢饭吃吗 但每一个行业都会面临这种情况 况且这种语言类的竞争 想要吸引人们 除了靠人气 其次就是内容 只要身上有过硬的本领 就不怕别人拿走 反倒自己也会胜一筹 而赵金生的言语 表面上是斥责郭德纲 背后早已彰显自己有多害怕 自打郭德纲教育自己的徒弟时 他就一直传输着 要有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特色 向岳云鹏 每次看见他 心里都会想到 小岳岳是犯贱 撒娇 这就是他独有的 谁也替代不了 相声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他有一些类似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需要死咬着不放 赵金生的发声 相信也是自己的一时冲动 而郭德纲德云社发展到天津 也没有要抢饭碗的意思 而他的心里也是希望相声行业 发展到愈发繁荣 不仅仅有德云社 有竞争才有发展 而自己也不能总是安于现状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创造出更好的东西 才是最重要的